受到半導體晶片短缺嚴重影響 本國汽車製造業去年只生產出110萬部輕型汽車 數字是自1967年以來最低 石潤森報導 報告顯示 因為晶片短缺 令本國汽車製造業受到的打擊尤其嚴重 注意是因為車廠將晶片 投放在好像是輕型貨車和多用陶越野車SUV 這些較為賺錢的型號上面 導致本國汽車生產線產能跌至低於9% 其中豐田Toyota的產量最多達到427,000部 最少的是通用 即只有36,500部 不過通用方面 已經在去年11月 重開在2019年關閉的奧沙華廠房 同時也計劃在安省另一間廠房更新設備 生產電動汽車 其實本國汽車製造業在北美的市場佔有率 近年來不斷下跌 由2009年的17% 下跌至2014年的14.1% 至到疫情爆發之前 更加只有10%左右 有 有 谢谢大家